同学的,董事长 都这么平安 好久没有上美讲道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什么行 有来事里是 这个中间是 有 突然间有一些差劲 一个同化 所以接下来再逐渐 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释成 刚才我们的背诵金 你們還記得嗎 我有詳細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好 要詳細的查看 就是讀神的話 而且不是只有一次 不是只有一個拜天 要時常如此 就是你在家裡面不要這樣 如果你三天不讀聖經肯定 就會離神很遠 我希望我們都能夠 曉得我們在今年度想適奉 就不用這個死就是 陪伴在神的旁邊 然後我們推動就是 基督徒六樣 我不知道你開始 進入侍奉了嗎 我們先來調查一下 你有參加讀金侍奉的請舉手 詳細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好 還有沒有參加讀金計畫 情況下可能淘汰 繼續趕上好不好 不用說我淘汰你 讀聖經不是主要是為了要達標 然後得到參見 是目的是讓我們自己成長 好 我們還 基督徒六樣說的讀金還有什麼 禱告會 讀金和禱告會連在一起 有參加禱告會的幾場 禱告事 哎呀 不多耶 情況下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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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點 都知道 好 七點半 禱告五 早上有禱告會 幾點 也有 這很 幾不賴 我希望你們能夠饒 因為你是用禱告在吃飯上 然後 除了同經禱告還有什麼 基督徒六樣 聚會 對 你有參加主日禮拜 然後你有參加小府聚會的聚會 好 這樣多好 情況下 其他沒有的好好想一想 如今到聚會要是什麼 用什麼來侵奉 奉獻 對 你有用奉獻 你要承認一個奉獻的人 有用奉獻在侵奉的請舉手 好 情況下 不錯 雖然奉獻已經很超越 不要看到我們的健康查那麼多 8372萬 1424萬 有沒有看到來這裡聚會一次就走了 你都沒有這樣失望了 那個不是你的單子 好不好 但是那個是我們家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來參與 可以來學習的 如果神知道如今沒有一次 讓我們復不出來 很奇妙的 你可以盡力這個神奇 除了如今 禱告 聚會 侍奉 還有什麼 傳福音 用傳福音 侍奉 越來越早了 好 請到下 再來 牧師會看一個課程 叫做傳福音的課程 然後捲服神訊 由牧師自己來教 這個課程很厲害喔 希望也能夠一起來報名參加 這個課程在外面上要10萬塊 報名參加這個課程要10萬塊 還有什麼 圖經 禱告 聚會 奉獻 然後又叫什麼 釋奉 釋奉 對 釋奉 有些人的服飾 比如說布置啊 有人來教會整理這個 這些譜啊 有些人就是做其他的事奉 帶小孩啊 或者是這個支援這個 年長者的事工 或者是年紀股的事工 很多人有投入事奉 你還沒有投入事奉的人 你不知道要事奉什麼 舉手 我會幫助你 好 不知道要事奉什麼 好 主要這樣 看到了齁 等一下恐怖可以協助一下 今天我們的經文講到有一個人 耶穌講這個比喻說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那這大兒子說 我兒啊 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做工 他有沒有說 好 沒有 這個大兒子 蠻直接的 他就回答說 我不去 哇 很白目喔 我不去 可是他以後想一想 他一想說 我不去 我很忙耶 你不知道嗎 我自己的行程啊 我的 schedule 都排好了 我幹嘛要聽你的要去 所以他就直接了當說 不去 可是他想一想 他再想的時候 他就去了 奧鬼 然後有一個小孩子 但是 他也同樣的對他這樣說 說我兒啊 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做工 然後這小孩子被他說 我去 我去 我最乖了 可是呢 我才不去 他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碰撞 可是他卻是稍微應付應付 耶穌講這個比喻以後 他是已經要從 侍奉的這個角度去想 耶穌要我們 加入侍奉的犯規 要讓我們每一個人 你都要在基督福利要上面 要侍奉 要參與 那你是大兒子還是小兒子 你直接想 哎呀我才不要 那你就是大兒子 如果你說 好 可是哎呦不行啊 我實在是很忙耶 那你就是小兒子 好請問你是大兒子還是小兒子 哪一個好 這個 主耶穌接著就問祭司和這個 這些長老 這些法律善的 他說你想這兩個兒子 是哪一個村井復命 你覺得呢 是大兒子好 我舉手 大兒子好 好請 放下 是小兒子好的 舉手 小兒子他不要碰撞啊 他 他 啊 好沒有 那你是大兒子還是小兒子 你覺得你是大兒子的舉手 直接聊當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好 行 放下 你覺得你是小兒子的舉手 你常常很委婉的人 總共好好好 到時候再說吧 好請放下 好 當 這些回答說 誰是遵情復命 這是今天的重點 這段經文的重點 誰是遵情復命 我想每一個人 都有這兩種情形 就是大兒子的情形 和小兒子的情形 但是 當你知道了以後 大兒子小兒子 都是天父的兒子 對不對 這段經文主要是要講說 要去 怎麼樣是遵行的 因為這兩個兒子都有錯 這兩個兒子都有過關 但是一個呢 他發現錯了 他就敢 第二個 他可能根本沒有思想神的魔 沒有思想這個父親的話 他直接 他就已經習慣性的應付應付 他的生命就是這樣 應付應付就好 所以 耶穌在罵這些人 他直接就開罵 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稅利和倉計 稅利就是當時候 他們取得 標了這個城的收稅的權利 然後進出成本 他們就可以直接收稅 可什麼人偷稅 什麼動物稅 什麼 怎麼做什麼其他的稅 幫他們稅 他們可以隨便的特稅 所以在他們這些百姓的眼中 看稅利就像強大土匪小偷一樣 不斷的竊取他們的財物 所以 他們非常痛恨的 就是這兩種 一種就是小偷 一種是倉計 結果他們下跡 但是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稅利和倉計 到底你們先進神的火 然後進神的火 才是重點 不管你是怎麼樣 一樣 進神的火才是重點 好 我們先一起來討論 要不幫助我們聽你的話語 不是只有聽一聽就忘記 幫助我們能夠詳細的聽 詳細的插考 幫助我們可以一想再想 這種夜市想主流的話語 因為這樣的人是有福 因為你幫助成全這根性子 讓每一個人能夠從主流 能夠領受主你自己的美好 而言 要趕快靠出耶穌基督生命 阿美 知道這是什麼 拍 拍 不錯喔 你看就知道是拍 拍有那麼多嗎 拍不是3.14嗎 拍是什麼 拍就是什麼 圓周率 他用來做什麼的 計算圓周 不知道你知道嗎 你可能只有對他拍 拍就是3.14 如果你是有對3.14 那你覺得太少 知道嗎 太少就是說 那個圓合不起來 因為他後面還有3.14 多少 15 926 53 579 93 589 79 383 84 626 43383 有沒有 279 50 28 84 你有背到多少 有沒有現在還可以再背下去了 還背下去還沒有比我厲害 有沒有魂飛一百多 是從看了少年拍那個 其他女生以後 結果少年拍蠻厲害的 他背了 三四百個大概這麼多 那就卸在白板上 現在很多人流行對不對 因為他們發現這裡面好像有東西 一開始是數學要我們背 我好難喔 那時候我們老師要我們背十個 但是 那 現在呢 現在越來以為只有3.14 那後面是什麼 你知道嗎 後面知道的人有講 這個字要接什麼 插一下 後面還有沒有 沒有要插 好 告訴你 接下來還有 後面還有沒有 還有 還有 總共有幾個 好告訴你這個的歷史 初前一百一千一百年的時候 中國人的圓奏 他在算法就是 因為人只能量直線嘛 所以直的 如果是1 那圓呢 要準備多算法 就準備3 可是常常準備起來連不起來 1和3大概可以 就是誤差一點點 但是慢慢從 祖後 263年 這個劉威就求出 是3.14 到530 祖後530年的時候 他求出3.1416 哇 這樣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在建築學上 這樣還是不夠 後來在祖後1706年 開始用拍PW的手禮 1841年就有人算出光 原來後面還有152個位數 所以那個少年拍他背的就是這個 直到1997年 有電腦的嘛 這是日本的 他們用這個電腦 有小數點後面515億個位數 多不多 哇 竟然沒有人能夠求出 到比數多少耶 那譬如說 現在很繼續在求 有人說 台灣有一個陳總寫出來 他用了幾十度的電腦串連起來 他算到一兆2500億個位元 可是後來發現這個股溫 他說可以除淨 但是呢 實在是除不淨 我就發現 哇 原來 上去的奧秘 很難解的 小數點後面其實十個位元 就可以算出19的周差 只誤差2.54的分分 如果是三四個位元 他你要算圓周就是用直徑 然後乘以圓周 就知道他有多少人員 為什麼 大家要處先機率的算 因為後來發現 所有的東西都是圓 原來上帝的圓 都是真圓 他是絕對的圓 他在建築上的用力算得不好 然後材料的 3.14也有可能太過了 配合不起來 3.14可能是太少了 因為看面積多大 所以這樣子算的時候 你就發現這個宇宙的話 原來三十多元就夠了 就根據大爆炸的論 就可以算出那宇宙的多大 但是為什麼有那麼多 為什麼需要那麼精準 後來我們發現 雲宙的探索 好像在探索宇宙一樣 好像裡面很有東西 而且這些數字 你在背的時候 好像比較不會老的痴呆症 好 這個是 不確定的 但是為什麼要背聖經 最近有人聽說 以前我教會這邊 然後去到學的教會 現在會背整個書 好厲害的整卷書 有沒有人會背聖經中整卷書 最少有人會背入大書 可是好像沒有 那為什麼要背聖經 我們可能讀聖經 就是 一開始就讀過去 就留在你的腦中 就是一想 可是你沒有再想 沒有詳細研究它好 為什麼要讀聖經 因為答案在這裡 今天我要從這個角度來講到 這個 從這個經文來 為什麼我們要不斷的想 你要想想 你原來侍奉你之前 你的初想 是這樣想 你原來對這個信仰 想要信耶穌 是這樣想 可是你信耶穌以後 你要再想 因為角度都不一樣 你會有不一樣的看見 你以前讀聖經就是讀過去的 可是就是聖經而已 為什麼要背聖經 我在小組上有人摸摸手 不是 你為什麼把聖經背入手幹嘛 為什麼要背聖經 你怕老人吃在這 我說不是耶 聖經很棒 你知道 讀聖經會讓你年輕 你知道嗎 會讓你不會老人吃在這以外 你會年輕 而且你會有 神的話 你就是生命 就是生命的量 神對我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 就是靈 就是生命 耶穌說 都不是沒有儀儲 在約翰福音 六三三十三節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 就是生命 所以你要把生命吃進去 如果你只有看過去 看過去就忘了 這人聽了就忘了 那是不行的 好 我們來背這個新聞來 唯有詳細查看 他的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 並且事實上如此 這人聽不是聽了就忘了 乃是實在行出來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服 詳細查看 所以每一個字都要唸對人 唯有詳細查看 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 那神的律法是全備 你不是斷章群 使人自由又不是要瑕疵你 並且時常如此 就時常詳細查看 他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 這人既然不是聽了就忘了 乃是實在行出來 當你 讀聖經讀到開始 成為你的指令 開始能夠按照這麼去做 不管你做什麼 就在你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服 因為你小人 必用的是屬靈的定律 剛才那個派是一個物質上面 的一個定律 你要計算出來 一個公式 但是還是算不準 還是有虧缺的 可是神的話語不同 練進的精子 他沒有虧缺的 神的話語是完全的 他能夠幫助你 當你耗用在各樣的生活事上 你的生命開始會很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你曉得 如今的事頌是很重要的 我們再唸一次來 雅各書一章 二十五節 唯有詳細查看那全備 使人自有自律 啊 並且實際上如此 這人既不是明明的主導 乃是實際上不寫出來 就在祂所寫的事上 必然得服 在祂所寫的事上 每個人跟不同的運用 就在祂所寫的事上 必然得服 哇 神的話語就是那麼寶貴 神的應許從來沒有落空 神的應許如果落空 今天這個整個基督教長就瓦解 神的應許如果落空 聖經就會每一年都是 暢銷第一名 排行榜第一名 神的話語是那麼好 有些人就覺得那會沒什麼 因為祂只有出現 沒什麼 那就是大 大兒子還是小兒子 他馬上拒絕了 他不再拒絕 他也是小兒子 小兒子也是這樣 他不加思想 就直接說 好啊 可是他內心裡面 好哪在好咧 他並沒有真實 好 今天我要從這裡來講到 神邀請我們要進入祂的圖討園 來適合 他並沒有真實 神邀請我們要進入祂的圖討園 他首先要 你要進入祂討園 這個大兒子小兒子 要不要問說 工錢多少 要不要 這個有時候 媽媽要小孩做事 讓她希望 她說她多少錢 因為小時候信念說 你去做什麼事 我就可以多少錢 你去做什麼事 我就可以多少錢 於是他就把所有的工作 都化成 和錢化得很好 那 要不要計算工量 不要 要的就什麼 不要的就什麼 其實 要也是不要 為什麼要 因為 你要考慮一下 好好出想是要還是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能夠真的去做 在同樣的經過裡面 在福類福尼就是 這個馬太福尼的 現在馬可路加遺憾 有相近的 同樣那段時間的經過 也就是 耶穌祂就講的 譬喻說 有沒有人要蓋樓房 然後不坐下來計算 能不能蓋起來 有沒有人要去打仗 然後不坐下來 算計一下 能不能都打贏 也就是說 人都會這樣計算 可是祂講了一句 非常重要的話說 你們做不皮下這一切 來跟從我就不配做了 你進入葡萄園 你要不要放下 你原來的工作計畫 要不要 汗流滿面 掉我頭 好 所以大兒子他的性情 有點 解傲不遜 他一口為決 這個小兒子 他很原同 可是卻是鬼詐 虛假的應對 面對神的話語 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有人 就直接 我好喜歡神的話語 可是他只有 講給牧師聽 回去 哎呦我很忙的 不是我還是沒有看 不論接受 或者是當心拒絕 真正去行的 他才是一個關鍵 所以神他很強烈的要我們 說你們要去 神要我們要去做 神強烈的邀請我們 我們進入他的國 人常常因為壓力環境 或者是衝突 面對一些困難 就選擇揮齒 耶穌有沒有講一個比喻 說像撒種的比喻 有撒在那個路旁的就 有人聽都沒有聽 就被鳥獅走了 有撒在柬埔的 一掌出來 沒有跟日同一散 就乾了 有撒在荊棘裡面的 撒出去怎樣 擠住的本來要長起來 都擠住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 面對如今的邀請 我今天要看從這個角度 面對你要詳細查看 那全被死人是有之律法 並且事實上如此 常常會推遲 所以在度假推十四章十八節 耶穌又講了另外一個例子 神邀請每個人進來他的宴禧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練來 眾人一口同聲的多一次 他們有很好的理由 頭一個說我買了一塊地 我買第一很重要的事情 必須要去看 請問你准我吃的 第二個人說 我買了五對牛 很多人五對有幾隻 十隻牛耶 要去試一試啊 要去擠太陽 要去看一下這個牛 健不健康 請你准我吃的 這個理由也滿正當的 沒有一個說我才去你的老婆啊 我不能去了 我要回家陪老婆 我老婆說不行啊 很多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去推遲 就可以找到正當的理由 小兒子 其實他並沒有認真的釋放 大兒子也沒有 所以他們才會面對這種衝突 有時候啊 這個父親要 父母親要兒女做事 你覺得 你叫小孩馬上去就可以 然後父母親 你知道嗎 應該都有遇到拒絕過吧 對不對 通常是大兒子還是小兒子 或大女兒還是小女兒 現在年輕人 滿有心的想法的 是不是 他常常不願意 你就是小朋友也是啊 你要他怎樣 他都很有理由 媽媽我現在很忙 你沒有看到嗎 有時候會告訴你 喔好啦 那好時候還不去 好啦快去 快點去啦 好啦 可是還是在那裡 做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這兩種狀態 都滿了解人性的 這個小兒子 他其實沒有聽進去 他沒有很認真思想 父親要求 而只是蒙昏的過日子 他就沒有像哥哥那種 他哥哥 他雖然拒絕 但是呢 他自己了達他的意見 天父要我們去園裡面工作 這個園子到底是什麼 這園子是什麼 教會的施工 好 好 聽不清楚 今天我要講的 題目是 事後 初想再想 你要好好想一想 要動腦精神 特別針對 背中經文 唯有詳細查看 那全被使得自由之律法 並且 時常如此 這幾乎世間的舊望 才是實在寫出來 就在他所行的世上 必然蒙古 我很 怕我們教會每一個人 都能夠進入到這個園子 就是神的話語的園子裡面 神的話語的園子裡面 有很棒的食物 屬於的營養 葡萄可以做成 葡萄酒 它可以成為 公平生活當中的富足 但我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缺乏 因為我們 對神的食物都不喜歡 我們當然缺乏 我們沒有辦法轉換神的 事故的源頭 去成為 我們實際上 生活當中的所需 所以我們 沒有去想 是因為你的頭腦不夠難 在於詩篇第一篇第二節說 為喜愛 蓮爾法的律法 怎樣 昼夜思想 這人 並沒有福啊 如果你不是昼夜思想 你不喜歡神的話語 你就有一想都不要 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時間讀聖經 那你就是大兒子還是小兒子 大兒子 直接拒絕 可是大兒子 他 你要成為大兒子 其中一個重要關鍵 就是 你聽進去父親的話語 你才會心中裡面有 那個 反覆的一個思量 其實進入葡萄園去工作 是父親對兒女生命養成的一個計畫 因為這個葡萄園是誰的葡萄園 是別人的嗎 是誰的 是天父的啊 所以為什麼他要他進去工作 因為要他繼承 因為要他管理家業 因為要讓他進去學習 如果沒有 他忙自己的事 他怎麼去管理這個家業呢 他不是去賺公司的 好 我要講到第二點 真理在過程中顯靈 也就是 人在事奉當中就慢慢的成熟 這兩個兒子 耶穌講到 這兩個兒子哪一個是遵行故意 然後他就責備了 當這些人答對了以後 他還責備他們 有時候啊 我會覺得 有人就需要用責備的 因為不聽啊 來聚會的時候 就是滑手機 然後打瞌睡 或者是走來走去 或者是講話 還不聽 真是非非鳥是種 有些人聽是聽 可是呢 當下覺得 哦 牧師你講道講得好好 可是回去就忘了 這個叫做不負責任 對自己不負責任 有時候我穿回 又遇到 人家直接告訴你說 哎 我才不信啊 你不要會信啊 他可能是大兒子 他會不會開 因為真道有自己光照的能力 所以真道在那個大兒子心裡面 他讓他想著再想以後 他就回來 以家人的衝突真實啊 卻能夠幫助你了解彼此的真心情 當下家人的內心在想什麼 他在承受什麼 你就可以知道 若是小兒子避免衝突 可是呢 他卻 卻是一種虛偽 他常常會錯失和家人這種互動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不聽話 你不要傷心難過 因為他對你沒有 詭詐 因為他對你是真實的 家是一個可以講真話的地方 是可以彼此接納包容 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 是有愛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你這個家庭裡面有愛 不管面對怎樣的衝突 我相信大兒子才是遵行天父之一 因為天父的 耶穌講這句話 告訴這些人 他不是要他們不能動盡神火 不是他講這句話 主要是說 所以遺憾蒼氣怎樣 比你們怎樣 先 不是說他們不能進去 因為主不願意有一個人成為 所以有時候 他開罵了 我很嚴厲的話語 說你們這些人 把神的話語當作什麼 他對於這些不奉獻的人 你們這些人都偷了三滴的錢 他常常用很嚴厲的話語去指責 是要他們能夠一想再想 要能夠真正的去看到自己的真實 小兒子他可能永遠沒有機會 因為他虛假 不敢面對 他也不願意衝撞 他是個很有這個手腕的人 可是呢 他很影響 就搞砸了父親重要的工作計畫 可能他已經說你要去好 他已經安排了 那你負責去開門 可是一群工人去的時候 發現他沒有來沒有人開門 一群人就在那邊 我曾經遇到有一個講員 聚會的時候沒有來 他答題說要來 結果沒有來 然後 啊 忘記了 只好牧師自己上來講 無所謂知道嗎 因為 重點是我們自己看上 有時候這個講員不負責任 來講 他不知道在講什麼 那也不是不負責任 因為他是外國人 他不會講中文 然後我們又沒有準備翻譯 但是在那場聚會裡面 你能不能夠得到很好的道 可能有 我其實在覺得很無聊 聽過的道的聚會裡面 我也得到很多寶貴的恩典 有些時候是講過了 他講過你的辦法 背誦新聞背起來 你只要把背誦新聞背起來 你就得到了 知道嗎 有時候 有些講的難講 他真的是好糊塗耶 已經講過四次了 每次來都講這個 就靜靜的在聽 可是有不好讓 有心的領受 何樂以後 完全看你願不願意 一想再想 如果 我上次去參加一個美國人的聚會 完全講什麼 聽不懂 因為那個經文很難懂 可是我就自己查了那個 一段經文 然後查好 完以後 我就把那個經文背起來 我就說 受用無窮 就是神的話 我照亮你的生命 到現在都還記得 有時候神 祂不是借著沒有講緣 然後讓你聽一遍很好的道 祂只是初想 覺得不錯 但是很快的熱 很快的就冷了 神要我們 晝夜思想神的話 真的是有福 所以 但是 祂為什麼會改變心意 他會改變心意 祂的父親一定是很蠻習慣的 祂會改變心意 幫我轉下一站 有點卡住 祂的懊悔 表示祂的是非之心 在祂的裡面 祂一想再想的時候 祂掛念著這件事情 而且在那裡搭乘 我到底要不要 到底要不要 對不對 你要不要得到上帝的恩典 喜愛神的話語 你會不會想 你會想 可是你會想 還沒時間 大兒子小兒子 就在你的心中 拉來拉去 你很想可是你又不能 所以 大兒子和小兒子 重點就是要付代價 要背起自己的實力價來跟從主 他的付出 才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們說魔鬼常在細節你 這句話最近還滿多人在講 但是我要補上一句 真理也在過程中顯明 魔鬼常在細節就是說 你做事的時候 常常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就敗了 那這個關鍵都做好了 可是忘記了什麼 又失敗了 所以你跑一趟 要去辦理什麼業務 結果去辦 忘記帶印章又跑回來 然後拿來後跑去 忘記帶身分證又跑回來 有沒有人曾經這樣 所以那細節你都要先想好 當你想得越好 你就一次就成功 對不對 我曾經辦了一個 也辦了好幾趟 因為這次就 這個沒有填到 這個沒有帶 這個沒有準備好 就這樣 魔鬼常在細節 可是我要告訴你 魔鬼常在細節 它也有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 你有救恩 那個缺乏的部分 就是你需要補上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讀聖經 有很多的部分 你儘管畫問號 你儘管懷疑 你儘管去質疑畫問號 他雖然是魔鬼 可是神能夠勝過魔鬼 因為真理也會在這個過程中顯明 你去查找的時候 哦 原來這是我否決法 你不懂 是因為你這個地方卡住了 是因為你的價值觀 你的判斷不一樣 所以當你懂了以後 在整個過程當中 就能夠測出真實的良善 聽得懂嗎 好難懂 好難懂 它是用的好吃 因為一隻雞長大 要多長 你知道嗎 一隻雞原來大概要 大概九個月可以長大 而且那個雞多久可以長大的 大概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 所以你知道那個肉就 軟軟的 它那個長 整個成長過程 經過歲月的熬夜 那種 生命是不一樣的 那個叫化給 那個叫托給 現在很多人也是這樣 它用春花季很快就長起來了 我們想想 其實人也是這樣 人只是想要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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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來 睡覺 因為明天要上班 起來 趕快醒來 刷牙吃飯 然後趕快上廁所 然後趕快上班 然後趕快上班 等著下班 下班 等著吃飯之後 趕快去睡覺 因為明天要上班 所以就這樣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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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趕快 趕快趕走 然後問你 有時候啊 有 吃什麼 沒有 忘記了 也不知道 不知道 你知道的是 土雞肉 還是 什麼肉 不知道 你知道的是 快速生長的植物 還是 它有時間熬練的 那個真實生命的植物 現在很多的動植物啊 它們的生存權也都被剝補 成長權都被剝補 而人 也是這樣 不管你當基督徒當機 你如果沒有做業思想生的話 你沒有再進步 你就像被世界追化了 只有年齡不斷的增長 但是你如果來教會 你喜愛神的話 每個人遇到 我就說 你怎麼都不會老 你怎麼都不會變 因為你有耶穌啊 因為你有生命在你裡面 一個老闆 一個老闆他看到他的兩個韓元 這樣寫著 一個韓元說 我喜歡起毛時候積極的浪滑 另外一個韓元說 我喜歡拋毛的時候 毛放下那種 那種鐵鏈的喧滑 他一想 哦 顯得還蠻不錯 可是當他再想的時候發現 原來一個是盼望趕快出發 快點離開這裡 一個是盼望趕快打換目的 只要離開現在就好 只要趕快完成就好 現在的人工作也是這樣 沒有享受過程 所以那種知識的學習沒有智慧 那種生活的日子裡面 沒有生命 就是不斷的 不斷的 就是應付應付 如果你沒有進到葡萄園 在外面不管你忙什麼 都叫做玩物善知 不管玩得多好玩 你如果沒有進入到 永生生命 神的葡萄園中 你的生命就沒有再成長 我目過這個小兒子 他根本沒有想 我夫妻為什麼要搬進去 他不思想 他也不尋常看你 他總是覺得 我這樣就可以 因為魔鬼不要他多想 魔鬼不要我們多多動腦筋 你知道嗎 魔鬼就是要你接受接受 然後看別人這樣 哇這個靈恩欠強蠻好的 或是我要幫教會 我們教會沒有什麼靈恩欠強 那個教會好好 因為那個教會蠻會關心的 你信主是要得別人的服事 還是要服事別人 你是要服事長命 還是要 要別人服事 很多人是一直換教會 因為人家想說 那種當心的 那種洗臉 我說對不起 我們教會沒有 我現在你來這裡很久 而牧師可能還沒有按理開國話 因為我們希望 每一個來到神面前 都是神的恩 而不是顧客 而不是來這裡 是享受別人 對你的關愛 那你覺得 你教會沒有關愛 已經很包含教會 不過是這樣 你不要有靈恩的現象 它可以超過 它是永恆的 其實它只是一個現象 我們教會注重的是什麼 我們教會注重的是神的真道 而且要道成的肉身 讓你把神的話吃進來 背起來 然後活出來 讓你詳細查看那全被死的 就是有之律法 我希望你曉得 我們教會 要給的 是整個一個 真實生命的一個 一個建造 而不是一個現象的追求 到程度生的道理 可能當下不會比 那個成功神學 對目指出一個追求 哇你信耶穌發達財 可能不會看到這個 但不是沒有 可能不是 全部是靈恩現象 但不是沒有神基其事 到程度生是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神的兒女 小兒女 你是神的兒女 你有怎麼樣的權利 所以不要隨便的欺騙應付 很多時候基督受請 基督徒又要好 可是他像小兒子一樣 說好可是卻不做我 這樣的人 還沒有進入神的我 你沒有在那個位置上 你就沒有辦法從那個角度 去體會事情 最近很多人在看足球賽 從彎旁邊看 然後一邊看一邊吃東西 然後一直燙起來 其實廠商那些人 才是需要休息的人 可是呢 你以為你看運動就是在運動的 你才是需要運動的人 知道嗎 如果你的角度從觀眾台 變成在場上面的人 你站在那個位置 你就能夠知道那個 你就能夠體會更多人 如果你只是在原子外面 好像這個家庭一定懂 但其實你不懂 如果你沒有真正進入 好像你讀聖經 可是你只有出想而已 沒有在想 出想一定是不對的 不管是大兒子或小兒子 直接拒絕或直接答應 都是不對的 我講得要聽到嗎 有一個人他去 他家了一個徒弟 徒弟覺得整個的架構 都覺得很好那個全數 結果出去的時候 有人被打的鼻青年重 回來跟師傅說 他不照普來 我完全照普來 他都不照普來 他就出想 他沒有在想 他沒有把他從內化到他的生命裡面 所以他 只有追求現象 沒有辦法讓他的生命真正長成 是OK啊 好 今晚是弄是一體的 希望我們能夠進入葡萄人 工作 不是只有吃甜不甜 很多人都要動不太多 當然我們可以吃甜不甜啊 對不對 可是可能就要吃飽了 吃蜜的 然後我要換 我要換教會 很多的人 反正教會那麼多 我為什麼要維持在一個教會 我就可以到處跑來跑去 其實耶穌神經用葡萄樹來比喻 祂是葡萄樹 我們是植子 要連結於祂的身上 才能夠多結活死 那一個是遵行天父的命令的人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 其實整張二十一張都是在講這個 整個二十一張都在講這個 我現在要開快車 就是很多人跟隨 而且喊著 奉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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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紗明來吃一張神聰 這些人 那麼多人在跟隨 為什麼 他們一開始想 初想是想什麼呢 一開始想是想 因為耶穌行了很多的神蹟啊 可是他們不知道耶穌是要 那是最後的一個受難周 祂要進入耶路撒爾 準備被丁十字架 他們一直想著 耶穌會讓他們作王 要帶領他們 揮翻羅馬地球的統治 要成為以色列復活 所以他們一直喊著 奉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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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以為耶穌要帶來 因為他們看的是神蹟 是現象 包括門徒 很多人跟隨耶穌放下所有 但是耶穌不斷的堅固他們 門徒也曾在耶穌丁十字架的時候 就同心回去 如果你讀聖經你就清楚 可是耶穌不斷的向祂的顯現 要他們安靜等待等候 耶穌要等不斷的去思想 你和神國之間的關係 你是不是能夠不一樣 你是不是能夠想懂得 當門徒後來懂得 他們原來是跟隨耶穌 後來發現他們可以活出主的生命 於是這些使徒們開始說 如今活者不在世 乃是耶穌基督在我裡面的活者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一開始都想要跟隨什麼 但是你才是大兒子小兒子 你不是故宮 你是將來要承受產業的人 這段二十一章裡面 他指責的這些人 是因為他們不信 不遵從神的話 不把神的話語看為重要 因為神的話語 約翰也尊著義路到這裡來 可是這些人不信 而且看到了以後也不懊悔 耶穌在這一章裡面 居宰了幾個 叫他們去牽驢子來 然後這次是為了要應驗 應驗救援的經文 門徒是耶穌怎麼說 他就怎麼做 耶穌進了聖殿 捷徑聖殿 他的目的是要捷徑我們每一個人 你有自己的schedule 你有自己的擔憂 但耶穌說這些不是你的擔憂 這些不是你生命的主要目的 然後他就推翻了這些 兌換年前的桌子 而買賣的人的凳子 然後從經上記著說 他的殿我們就是神的殿 要成為什麼 倒靠的殿 我們你們到死 他成為賊窩了 成為賊窩 就是我們每個人 心裡面有自己的計畫 不願意進入葡萄園 不願意去行出神的話語 不願意遵從神 可是這個21章裡面講了很多的尊崇 連那隻女子都是尊崇 連門不是尊崇 連耶穌自己是尊崇 所以耶穌他也知道 有些人是瞎子看不到 有些人覺得是不會走 可是他就依製他們 耶穌會成全你 不管你覺得你比別人笨 比別人不行 可是當你讀聖經 你要我們再來跟經文測驗 記得齁 萬希的你是大小小子 如果你覺得你不行 我告訴你祷告 神要醫治你 不管是家事還是缺者 可是我有這個不解果子的五花果 我們雖然我們今天比賽有賣一個 有五花果很大一個 可是你有看過五花果賦嗎 沒看過的聽說 沒看過 我們家會從 那格你都是坐電梯的 如果你從家會上來樓梯 外面電梯樓梯 三樓到四樓的外面 有一個五花果樹 也就是他有葉子一定有果子 那上面好像現在 好像20幾顆果子 不知道有沒有被載送來了 就在外面 有葉子一定有果子 可是如果只有那個做做樣子 像小兒子要說好 可是又不去 根本沒有思想 那 因素就罵那 你懂不解果子 那五花果樹就立刻孤單了 就立刻孤單了 這是何等的嚴厲啊 這是何等的嚴厲 你願意 面對這個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不要 我希望我們都知道 他像大兒子能夠悔改 耶穌最後又講的這個禮子說 收果子的時候 敬人 就打八仆人到園裡去收果子 可是園父呢 拿出仆人 打了一個 殺了一個 用石頭又打死一個 最後連耶穌都把他殺掉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不願意這麼做 因為他強佔住那個原子 這個原子就是你的身體 這個原子就是你自己 你被什麼強佔的呢 你 如果不解果子 不進去圖案 不解果子 我告訴你們 神的果必從你們奪去 我一起來就來 所以 我告訴你們 神的果必從你們奪去 是給那能解果子的百姓 這個福分就離開了 你聽了今天的信息 我希望你們 好好的 等一下到外面拿一張 今天不得被送幾回 我們考的是填充品 所以你一定要背得很熟 我們牧師的填充品 很雕磚 不是那麼好考 希望我們好好的 圍改 進入葡萄園 把神的話語 昼夜思想 因為目的是要你成為有福 希望你能夠每一個字 詳細查看 而且能夠全背 使人 你就會得到資源 並且時常如此 每天都要背 我在背那個3.11 59 26 這個時候 我是每一天都戀幾個 每天都戀幾個 因為我覺得背經文還好 因為他是有意思的人 比較容易懂 可是背數字 好彈喔 背數字很快就混亂了 但是我會覺得 欸 當我的頭腦都沒懂 還不錯 可是背那個 你不一定要背 你不要背那個好不好 你要背死 我們要背死的話 你會把死的話 吃進去 你會年輕起來 你會有福 你會成為很有生命力的人 我們一起來祷告 你會發覺 主啊 你這樣所有聽見的話 有人 不是只有 覺得 事故事 而卻沒有辦法寫出來 主啊 求你幫助我們 能夠真實地 落實這基督徒的生命 因為你來 下次給我們的生命 就更豐盛 主 我們不願意我們的生命 就停在這裡 我們不願意就此老去 我們不願意就這樣子 無母惡惡過日子 主啊 我知道你要成全我們 在我們當中的許多人 是主你所重用的 因為他們尊重你 就重看他 主啊 求你也幫助他們 除掉一切容易殘累他們的罪 容易讓我們 被 被腳亂 被分形 主啊 讓我們能夠專心地 尊從你的話 求你成全 每一個所生的一個人 求你來接近聖殿 求主 你醫治我們眼瞎而容 求你醫治我們缺腿 求你讓我們每一個人 都建立你們救恩 讓我們能夠真實地 知道主啊 你已經把上好的部分 為我們預備好 使我們能夠見證 你榮耀 這樣祷告 靠去耶穌基督聖明 阿明 請我們起立來唱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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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美聖福神聖 voted 三位一提 轰轰轰轰 万有主在万古代言 阿们 请我们依然站立 我们低头领受祝导 愿平安 仁爱 信心 重复神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弟兄姐妹们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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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送給你 朋友一下我再介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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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